你也想吃是不是 怎麼聞到這麼香就起床了 欸 老耶 娘才吃菜喔 欸 剛剛是有肉的你就看 現在是蔬食的你就不看 欸 哈哈哈 欸 先生你可以讓開一下嗎 我要拍片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德哥 菲菲 新的夥伴 之前大家 終於我們又來到那個 宅配美食的開箱 這次來拍的是 懶得煮 就是用那種熱水泡的 就可以吃的東西 而且尤其是在辦公室 你就是熱水沖的就可以中午直接吃 也不用出去外面跑 外面熱到要死 出社會以後就真的沒什麼閒時 想要找那種很好吃的那種 蔥泡的 就可以吃到好吃的粥 然後我目前拿了四樣 是我目前吃過 覺得它蔥泡後以後 真的跟現煮的粥 口感最相似的幾個樣品 拍給大家看 開頭我先拍 以前我在宜蘭 小時候吃粥都怎麼吃 就是大家有沒有聽過 冷煤蛋粥 就是稀飯 然後加蛋去煮 然後加醬油 然後一定要加超多的肉粽進去 雖然賣相不太好 但是這個真的超好吃 好啦 我們先來開箱這一個 何秋我買的適合口味啦 芋頭雞絨 皮蛋牛肉 這個我比較期待 這個我還沒吃過 絲木魚 咕咕絲俗粥 你看它就是長得像這樣子 一包一包的 而且 其實包裝還蠻漂亮的 250克的水 熱水 而且這個每一包的熱量 都才70到90卡中間 就是它裡面長得像這樣子 感覺料很豐富 香喔 這個顏色很明顯 全部都是綠色的 絲木魚 芋頭粥 滿滿的蔬菜跟肉 這個快才買的 欸欸欸 我個人更喜歡這一個 它就是魚粥的鮮味 然後你吃得到米粒的口感跟那個 那個叫什麼 芹菜的那種香啊 跟那個蔥的香 吃到後面它有一些蝦米味跟 芋頭的那個顆粒會跑出來 這個絲木魚超香的 你看它這根本就跟蒸的粥一樣嘛 你看還有肉 芹菜 你看這個就是上面有魚肉跟這個 芋頭的顆粒都在這裡 很香啊 滿滿的油蔥味跟那個魚的鮮味 回去做味做好 還是你也想吃粥是不是 你也想吃是不是 聞到這麼香就起床了 喔 太燙了你不能吃喔 我幫你吃 喔這喜歡芋頭的味道很香 這個 這很像那個過年啊 拜拜啊 那個平安粥那種芋頭粥的味道 只是它多了那個蝦米的香味 這個應該看起來不錯 這個比剛剛絲木魚那個更好吃 它很香 它就是那叫什麼 蝦米的那種高湯的味道 然後裡面的話 我覺得它很厲害 就是它的那個芹菜的 跟那個蔥的味道啊 不會搶細 然後裡面都會有吃得到那個肉塊 跟那個芋頭塊 然後它芋頭系列 它很多個都有弄芋頭 濕木魚也有弄芋頭 然後芋頭基隆周也有弄芋頭 這兩個有芋頭的我都超愛的 這樣一碗八十卡耶 哇我吃三碗才兩百四 跟一個芋半盤差不多 可是基本上這個一碗就飽 因為它都是很黏稠的那個米粒 這個更好吃 欸 老耶 你怎麼吃菜喔 欸 剛剛是有肉的你就看 現在是蔬食的你就不看 欸 哈哈哈 過分喔 欸 我來吃給大家看 綠色的 這應該可以給我媽吃 因為 它一聞就有那個素肉的那個味道 也是一樣 料很多 喔 格格的 黏稠物 這個重鹹喔 嗯 也是滿滿的那個香菇跟那個素肉的味道 而且你看它這個美麗啊 一顆一顆很分明 這個蔬食呢 會很喜歡 因為它把那個 素肉的那個味道 我覺得它有點放大 所以你要很有香菇素肉的香味 去帶它的那個鹹度 很多碎的這種蘑菇搭配那個菠菜 很香耶 而且感覺吃起來是很健康的 很大一碗 這其實量還蠻多的 剛才這樣蔥一包就蠻大一碗 喔 皮蛋味好重喔 它真的吃起來像是 粥的口感 很多那種即食啊 它蔥泡出來的 很像是什麼麥片水 你知道嗎 它這個是吃得到那個米的那個口感 然後有那種勾勾的 咬到最後面 你吃得到那個牛肉 那個纖維 然後還有那個叫什麼 皮蛋 然後好像還有加一些芹菜 對 它有蔥啊 有芹菜蒜頭的味道 它裡面真的是 有看得到那種牛肉的那個肉塊 跟這個皮蛋 蔥泡的即食品來講 它算真的是很豐富的料 味道很豐富 很不酥那種 這是自己煮的 自己煮可能還煮不出這種味道來 這還不錯 它有那個牛肉湯的那個 味道在裡面 有沒有喝喝看 嗯 而且這個是有飽足感的 它那個吃起來是那種 有那個米飯 那個勾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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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種 來看一下 那這個的話 我覺得它也是很方便 它也是跟剛剛那個蔥泡的一樣 像這樣一包 它是這樣子 一塊的 一塊的這樣粥 來這一個的話 是我以前非常喜歡吃的 這是日本的 這邊有沒有這個白白的 這個也是魚肉 然後也是有蔬菜 蛋 先生喜歡吃粥啦 睡著啦 來吃吃看 這個就是我以前很喜歡吃的 它就是 一整塊乾燥的 然後泡熱水以後 泡開 它也是屬於跟剛剛那個一樣 你吃得到米飯的顆粒 顆粒感 不會像是那種水水的那種 很像是什麼夜麥那種的感覺 然後它好處是說 它的那個魚肉 就是它的肉塊啊 也是很大 然後你吃得到那個魚肉的香 但是相對來講 它的調味就會比剛剛那個還要 感覺比較化學一點 因為它的 吃起來它嘴巴會乾 我們再來開這個 台灣以前最早期的這個 高頓粥 以前那個讀書啊 晚上宵夜 都是弄這一種 吃吃看 高頓粥 豚骨的 這個熱量就高很多了 248卡 是剛剛那個 河丘的那個 三到四倍 它就是很像是 泡麵 只是裡面的麵 改成 稀飯 也是好吃的 重口味 怎麼突然變裝了呢 這個就是 適合上班的時候吃的東西 好啦 我現在來做一個總結 這三家 高頓 河丘 跟這個 四家好了 還有一個我們許家 許家的淡粥也有餐種 現代人 要吃自己在家裡煮都 其實真的是比較麻煩 所以才會衍生出這麼多 就是 青石粥的這種 即時型的 即時 即時 即時的那個即時 即時型的產品 當然 許家的買不到 那另外這三間的話 我就介紹給大家 那我會把 它的那個相關的一些 購買的一些資訊放在底下 河丘跟那個日本的那一間 它的熱量都很低 都是一包 就是差不多70到90卡而已 但是你可以吃了 很有飽足感 而且味道夠重 你吃起來又有感覺 真的有在吃東西 又有澱粉的味道進來 推薦給大家 好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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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